很友善,然後經常去玩 後來就租了一間屋 租了一間屋一起住 然後就像情侶一樣 他爸爸就很不喜歡 覺得你影響讀書 他當時想找人 嘔吐那個女生的朋友 那個朋友,都是女性來的 她的閨密,報紙寫什麼閨密朋友 他一開始就想找些人去打他 可能是同生一馬,找一個人去打他 打他獲金 等他什麼棒打煙 等他什麼知難而退 後來他認識了一個律師 就跟他說,律師,我想這樣做,你怎麼看 那個律師居然不是說,你這樣犯法 先生,怎樣怎樣 那個律師打什麼我有辦法 你猜一下那個律師怎麼做 那個律師就不知道找了什麼地蹲 找了一些爛仔 還是怎樣呢 說給錢的爛仔 就說那些失業漢還是怎樣 我幫你搞定他 那些失業漢就不知道有四五個 他就自己有叫人 叫了四五個 爛仔軍團 跟蹤這個 這個閨密 即是那個女生 即是他女生的閨密朋友 那一根根根下就發現 他不知道找好他哪些時間 會去一些偏僻地方還是怎樣 然後引他 不知道跟他說什麼 引他去一間廢屋 然後就瘋了 就不知强姦 就弄姦 幾個爛仔 就是駕駛他 駕駛完之後就馬上堆滅 然後就不知弄到枯井那裡 公安就現在查到 即是 他本身就以為給了錢 什麼暗口費 就搞定了 應該沒有手尾根 但後來公安不知道找到一條絲 展開調查就不斷問 即是 明查暗訪 就類似是刮到 接著現在就破案 現在就 全國就在追尋 那個 即是那個奸殺那幾個傢伙 他老爸好像現在就已經落案了 我印象中是這樣的 很瘋狂 就堆壞人 因為那個女生 想著跟誰玩還是怎樣 接著他好像有抵賴 不知道報紙那些警察 盤問他 他就說 怎樣射極都不行 那些警察盤問那個父母 即是他問他說 為什麼你 那麼瘋狂啊 即是女生成績不好 需要不需要淹誘殺人啊 那那個 不知道老爸好像說 我們有試過去 那個閨密朋友的家裡說 即是別人不聽 他什麼女勸不停 即是沒有什麼效用 那就堆壞他吧 類似是這樣的意思 因為我沒有記錯 報紙就是這樣說 很瘋狂 有些人說 都理解目的 但為什麼要強暴人呢 還要去什麼 因為他僱傭那些是那些瘋狂暴力集團 他們瘋狂起來做什麼 已經是不到控制了 我猜是這樣的 即是那些瘋狂 那些瘋狂 收到命令 就是要堆壞他 他可能就是那些瘋狂說 奸元再堆壞吧 順手 我猜是這樣的 很恐怖啊 這些新聞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即是要不要這樣 成績不好 就勸一下吧 大哥 要走去瘋狂就瘋狂了 成績不好 有很多原因 可能女士教得不好 或者自己不溫習 你也要那個人肯讀書才行 在中國有人說這些新聞 經常都不知道 中國也算多這些 很狼死 有些人這些很多 比香港多 還有一則新聞 現在 有些瘋狂新聞 他說俄羅斯 他說俄羅斯 現在還有一些類似賣仔 以前古代 或者是看古裝片 什麼文初的 賣小豬的 那些 俄羅斯 還有一些 賣仔的新聞 他說發生什麼事 就說有俄老 不知 類似西伯利亞 或是怎樣 很冷 很窮 他就問 不知道 他就不知道 在社交網絡上 就說要賣仔 他就自己貼 然後警察 最近都會調查這些 俄老 在調查方社 他就找這個媽媽 他就打算賣仔 不知是約他出來 類似交收還是怎樣 然後那個媽媽 來到了 警察在那裏 問他 審問他 他說這個是男還是女 男子 問多少錢啊 那那個媽媽 就答說什麼 不知道多少萬勞部 然後就立刻拘捕了他 因為他一說到錢 這些就是 放蛇就是這樣 類似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肯定是 你要買這個BB 人口販賣 現在 基本上所有國家 我估計都是 人口販賣是犯法 正常就不能再做這些事情 然後他就問 拉完他之後 都要問為什麼 不是說 一尾拉完就算數 為什麼要賣 兒子啊 他就說他本身 就很狂 他已經在做妓女 還是怎樣的 好像就說什麼 根本沒有錢 自己養自己都 很困難 然後他說什麼 還有 上有高堂 不知是媽媽 好像那個妓女 本身還有一個 大女 還是什麼 什麼 然後 沒辦法再養下去 他才被迫著賣 然後有些人有討論 有些人就說 賣了他可能 更好 他說什麼 留在 留在 就是他 一來他 工作環境不好 二來他又沒有錢 就是那個小朋友長大 可能也不好 就是那些 更糟糕 沒有錢看醫生 營養不良 有些人在那裡討論 網上 他說什麼 不過這些很難說 如果他賣了 他賣了給 賣了給 不知道有些 好像在大陸 有些專修的 BB仔 專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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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然後就去 恨黑 有些什麼 黑衣黨 專門捉拐 小孩子 做這些 就更糟糕了 所以你 沒得好說 你媽媽照顧 正常都不會對 正常 苦毒不吃 而而 正常 不會 怎樣害這個兒子 但是如果賣了給 不知道什麼人 就有機會 很變態 或者拿他的器官 等等 都有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這些 未必說 什麼賣了 是好 我認為是這樣 我還有啊 給他上去 Moscar 進吧 漂亮 我們要射遠的才進 正正常常射 單刀的 經常被籠 救到 有人說什麼 沒有錢就不要繁殖 有些人就說 有時候 這些 可能他也有做安全措施 或者一點 有時候 不是說100%安全 這些 大哥 星期三就考DSE聆聽 幫你打氣好啊 加油咯 那你現在不要看啊 運輸啊 懂電腦 中文還是英文啊 星期三考聆聽 現在我好像 只是這麼多年來 我只是成功過一次 寄到那些加油站的信 之後就沒有再成功過 四年才中一次 中文 中文是容易啊 起碼懂得聽啊 中文DSE 考聆聽呢 最重要 我認為做些什麼呢 首先就是 首先要檢查收音機 先啦 第一 有沒有電 通常帶兩步去 帶兩步去 兩步都要有電啦 當然 買一顆好的電 買一顆靚電 當然是耳桶 耳桶也是要買一些好的 不要只買一些 雜貓 那些十元 買一些靚一點的 當然不是那些聽音樂的 總之是起碼要 不會說 不會無故斷 斷下斷下斷下 聽不到 有時單邊有聲 那些 你會要注意啊 用久了 可能你的善戀 那麼吹 那當然不好啦 肯定要 耳桶? 首先這些就是這樣 最重要 最基本的 你這兩樣都沒有 你已經不用考 輸了一大半啦 其次就是 就是 留意著 我之前都說過 如果你看到 每個人都在揭下一頁 你還在這一頁的時候 你肯定要注意一下 你要留意一下 究竟我是否還停留在這裡 是對還是錯呢 每個人都轉去下一頁 那你要看看 當然有人會懲罰你的 你自己要分辨啦 你要看全部 你不要只看旁邊 有個打馬仔在揭你 然後跟著他揭 你看到 第一個揭 第二、三個都揭 或者你自己也有印象 我是時候要揭 這一部分在下一頁 你就跟著揭 一堆一堆的 這些是考試基本技巧 其餘那些 臨急臨忙都教不了 你那些什麼知識 都是考你平時 訓練也沒有數 但是這些考試基本戰 戰鬥方針 我又可以教到給你 然後那些 還有我不知道 如果英文就什麼 不要 不要 好像說沒有抄 有時候是這樣的 你不要照抄 那些資料 好像有這樣的東西 好像有這樣的東西 神靈好像也要有些東西看的嘛 就是你要重組句子 不要亂寫 就要組織一下 有時候你抄完一堆字 你好像怪怪的 你要留意一下 那些前文後你 看著 這樣寫才可以的 不要 你明明在上面說的 你明明在上面聽著 那個人是在抗議著的 之後 OLEO這個答案 是填什麼 同意的 那些奇怪 可能你聽漏了什麼 你就要自己 組織吧 你又說什麼 跟風即死 中人街抄圍你 獨醒的 好 總之就是這樣啦 英文 英文有幾條 如果英文就告訴你 神靈有幾條 是送分的 通常問電話號碼 如果你這條都答錯 打屁股 通常 9 5 6 7 0 0 0 2 然後 通常會 低能 那些人的手殘 寫錯 他會複述一次 然後還會說錯 結果 NO It's 什麼 然後他會快快讀一次 如果你這條都答錯 你就要打屁股 這條是送分 是給你加強自信心 如果1 2 3 4 5 6 7 8 9 10都不認識的話 你就打屁股啦 是吧 什麼哪有這麼慢 我的印象就是這麼慢 在我的世界裡面 這些已經是貴重 已經是很懶惰的 聽他說什麼 快點啊 不要浪費時間 現在那些很快 9 1 2 3 4 5 6 7 8 12 3 4 5 6 7 8 12 3 4 5 7 8 怎麼會啊 178 他也是這樣 類似慢慢的 講數字 考評局 不可以講太快 會不會被人告 神經病 我這麼快怎麼聽 他說什麼 現在會讀O 不會讀0 讀O 那就讀O 你也會聽 O這麼簡單 O就是O 好 快到抽筋 講地址很快 因為說考試這些 講到尾 其實考運氣 這樣就不是 你運氣多好啊 神經病 你運氣多好 你不溫輸 你還是死啊 大佬 你運氣好的話 你 阿豬阿狗都考到什麼 神經病 誰說 行運超人類考都不行 有人說什麼 我覺得考這些 中文DSE 通常是什麼 現在的 例牌題目 什麼鄉城中學 什麼什麼 現在還用這些 什麼鄉城 橫壇 還是什麼 什麼橫壇 中學 不知道有什麼 我記得有什麼城市論壇 有些人在罵來罵去 我印象中是這樣 中文難過英文 因為他的對答 部分正確 很複雜 好像英文那樣 最簡單 選幾個答案 小明吃了哪個 水果 蘋果 香蕉 橙 你很清楚 我覺得最好 比較容易 啊 為什麼一說這些 你很喜歡打什麼 一心 什麼 穩 行 我講真的 我這些名字 我覺得都是白癡 我從來沒聽 聽過有人叫什麼 一心 穩 行 還有什麼 念詞 有聽過 有些人有叫什麼 詞 根本從來沒有人聽 我身邊沒有朋友 你叫什麼 你叫什麼小明 那些更多 啊 總之是差不多 所以要小心一點 最重要是檢查 收音機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而且要寫快一點 那些字 有時一定要保持著說 你一定要保持著魔打手 不斷射 可惜這次給不了 大致上是這樣的 神靈的招數 然後還有一件新聞 說什麼呢 近日好像說什麼 麥當勞 不知道有時 有些 香港有些 舖位都經常說什麼 爭不了 你 大家也有聽過 說不知道 不知道 什麼 什麼 不知道什麼商場 本身有些 麥當勞 開了十幾年 然後說什麼貴租 還是怎樣 不能做 還是怎樣 那麥當勞 就說什麼 現在最新宣佈 香港又會 改政策 就說會做一些特許經營 什麼特許經營 就是你可以買 麥當勞的包裝 例如 你可以自己開店 例如我 我看到 北角 隨便吧 北角有一間 有一個舖位OK 我就可以租我的舖位 然後我就付錢 麥記 我就想借你的 你可不可以開店 麥記 每年就要付一筆 不知什麼 加盟費 類似的 當然是貴的 麥記借名給你 肯定是貴的 麥記就會 告訴你 怎樣運作 類似的 會有些人幫你 這裡入貨 入什麼包 怎麼煮 幾個分鐘 裝修 幫你搞 一定要一模一樣 通常他們會監修 很久以前 好像在香港還有這些 後來好像不再有這些計劃 以前7份都有 他一開始想 高速滲透的市場 通常會很容易說 鼓勵這些 加盟 現在就不會 現在好像是少了 現在7份的人沒有 有一段時間沒有給他加盟 然後就是自己會開 還有我有聽過 7份有些人說 有些母公司集團 他們自己開 還有好像有些 阿豬阿狗自己開 例如阿豬阿狗在北角這條街開完 一間7份 他說那個母公司 好像有錢賺的 他又會 隔壁街口又開 一間類似 跟你爭飯吃 對死那些 市民自己開的 好像有聽聞過 不知道 戴著頭盔 有聽過這些傳聞 他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說有時候你不覺得 便利店密到此事 他說這裏有一間7份 旁邊有OK 再旁邊又 過多幾個舖位 又有一間7份 類似這樣 密到此事 一條街 三間都不離譜 好 有些兄弟剛才說 大集團現在都做不了 現在你們 還叫特許經營 還漏人搞定 自己怎麼夠 怎麼夠吃 還要分一筆 什麼加盟費給人 肯定更糟糕 很難經營 那我就不知道 但是這個新聞就是這樣 他說最近會開這件事 好 有人說你家裡樓下都是有 就是一間OK兩間7仔 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對呀 我就是有聽聞過 這些 不知道真還是假 我也不敢肯定 但是這些都是 都市傳說 我知道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M技在香港有很多市場 不知道呀 如果有很多市場 它多貴 就照樣給它 有些地方 都頂不住 它都做不住呀 還有快餐店 一時時 M技是算 頂得久 有些什麼什麼 之前不是說 Burga King 那些 都接軌了 你不要以為我連鎖餐廳一定沒有死 什麼哈迪斯 香港也死過很多家快餐店 什麼哈迪斯 什麼 Wendy 全部都是 幾間 都已經搞不住了 Burga King 又死了 對呀 是不知為什麼吉野家可以做的 日本東西 可能沒事的 魯麥 魯麥和肯德基 肯德基最多 我看到最多是 那些 菲律賓家傭會吃 第二是老人家 很多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我很好奇 為什麼 你有沒有留意到 肯德基有很多 公公婆婆去吃 我很擔心 哇 大佬炸雞 就是你 敵基野家可以頂人 你有沒有留意到 你試試 你早上班 已經看到公公婆婆去吃 你下午經過也是 他們公公婆婆都喜歡看帽子 還是怎樣 會坐很久 我印象公公婆婆婆 通常他們肯定不喝汽水 公公婆婆不喜歡喝汽水 通常是喝奶茶 公公婆婆通常都是做這些 不會喝可樂 那些什麼 橙汁是美年達 還是分達 那些 是不是 有22元餐 但是 炸雞 不怕嗎 對健康不是很好 對不對 麥記也很多 公公公公婆婆 比較少 我印象中 就是公公婆婆 喜歡去KFC 多於麥記 小朋友 就喜歡去 小朋友 扭機 買什麼 開心 樂園餐 吃薯條 通常這些小蚊子 喜歡 公公婆婆婆 就喜歡吃炸雞 蛤 有人說 因為看到 肯德基上教 覺得自己 自己都是公公在這裏 肯德基熟熟白白 覺得自己都是老友記所以光顧 有這樣的可能性 現在都不知道 肯德基唯一做得好 其中一個做得好的地方 我覺得經常放在那個 他到現在都沒有換肯德基上校的 麥頭不會嫌他 什麼不好看還是怎樣 還是會有他 他的麥頭 還是現在已經減少了 因為老麥就不用麥當勞叔叔了 現在就是他的標誌 icon已經走了 好 這些球 已經上半場 我 我認為飾物 炸雞麥 有些人說過有薯蓉 不用咬 牙齒 有時候牙齒沒有力 老人家就會吃薯蓉 有些人這樣說過 但我覺得主要是 都是他覺得 適合口味 我猜是喜歡吃炸雞 我猜是這樣 還有我發現很多老人家 坐輪椅 即是他本身未必說是真的走不到的 但他就會 可能會租輪椅 自己叫人推 或者怎樣 現在很流行的 現在很流行的電動輪椅 你知道哪些嗎 有些是 有 有些是 好像有一個操縱桿 在那邊推 那些 即是在那邊推 然後他就會自己動 現在我看到很多人坐這些電動輪椅 但是那些老人家 未必是說 真是說 未必是完全 說不良於行 或者怎樣 就好像是 可能這樣省點力 或者怎樣 就多了一些 就是這樣用 那些輪椅 不知道一步多少錢 多了 看樣子都貴了 那些輪椅 不是說便宜 還是怎樣 就是這樣 我下樓下 看到很多 就是 比舊屎多 以前 偶爾會看到一兩步 但是現在就好像 多了很多人 坐這些輪椅 有人說那些要拿車牌 真還是假 不用啊 神經病 坐輪椅也要這樣 有些人控制得不好 有些人不太老 我看見都會有用 未去到說真的很老 七老八十 腳又不良於行 他也是照用這些輪椅 代步 我的感覺就是 好像拿來代步 有人說什麼 那是假的 不用拿牌 那肯定是說謊 有什麼可能是震 我覺得是這樣 還有一件新聞 是說什麼呢 是說 之前有一個 埃及有一個劫機 劫機 有一個案件 不知道是埃及航空 早幾天 到幾天的時候 有一個埃及人 就綁了一身炸彈 就說要結機 當時那些乘客很害怕 不知道怎麼辦 有一個英國人 很賺貴的 他又不知道 就跟那個空姐說 喂 他問你可不可以跟我翻譯 我跟到這個恐怖分子說話 之後他就說 什麼 好啊 你想說什麼 空姐問 然後那個乘客就說 我想跟這個恐怖分子拍照 自己拍照 自己拍照 然後那個空姐 就嚇了一下 像馬筋 但是他 類似 我做得服務性行業 沒所謂 照服你 你有什麼要求 翻譯 照轉答 他就跟恐怖分子說 這位先生想跟你合照 怎麼辦 你猜恐怖分子說什麼 他就說 好啊 沒問題 於是那個恐怖分子 就很大方 這樣跟這個乘客 就拍了一張 SELFIE 有機會 撞下去 不撞 好可惜 那麼 就拍完SELFIE之後 那個乘客就說 其實那時候 他近距離看那個 所謂綁住的整身炸彈 那天已經知道是流東西 就不知道拿些 拿什麼刺子桶 做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假裝炸彈 就很喜歡拿刺子桶 可能是圓形 即是圓柱形 那一刺 我說什麼 近底一看就知道流 他說當時 為什麼會問他拍合照 他就說什麼合照 沒有壞 他說什麼人 如果肯的話就拍 不肯的話 反正 他說 要殺的話 這個機器也會爆炸 他說沒有什麼 就拍 就是他去到大打 說什麼 想樂觀地面對逆境 他當時的看法 就是 什麼想輕鬆一下 那最後呢 就 他 這個恐怖分子 是投降的 就是那些人就知道 他 就是假裝彈還是怎樣 他最後是投降 還是怎樣 那些機器上好像是 沒有人有事 全部都OK 但是 就是這個舉動 就成名 那些人就馬上 做新聞 說為什麼這個人這麼瘋 這麼狡猾 在這些關頭 還可以要求 跟恐怖分子 Selfie 那麼 那個恐怖分子 又是 傻地 就是如果他假裝 就正常都 蹲著 惡樣 但是他就沒有 他就好像 輕輕鬆鬆地合照 這樣 沒什麼 現在你上網 可以找到那張Selfie 相 你看到就是 那個 那個 英國人 還可以 衣起彭牙 笑 當然 那個 恐怖分子 就不至於 很寬容 就是普通的表情 這樣 有人說聰明到出執 你可以說聰明的 你可以說聰明的 怎麼說 就是輕鬆 我不知道 我覺得他沒有想到這麼多事情 他只是大膽想嘗試好玩鬼佬的思想 我覺得是這樣 通常外國人就是這樣 大膽有什麼要求 好救姜提春 不會想太多 我猜是這樣 你敢不敢 如果看到恐怖分子 敢不敢跟他這樣 不如拍照 一場 難得見面 嘩 嘩 嘩 我告訴你 如果我一刻拍照 如果我走 我立即制服那個恐怖分子 告訴你 他說近距離見到那些槍 是假的 什麼 立即拍他的手 就立即制服他 你更威風 我那些是聰明的 看見那些 就立即生琴恐怖分子 刺破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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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這樣 慘善 你現在這樣說 到時你真正面對 你就會害怕他 糟糕 他到處 恐怖分子 要在飛機上 隨便開一槍 你真的會害怕 你慘善 你的槍聲 是很有震撕力 你開個槍 你的技術